館圈那團的學妹超漂亮的 金字塔最頂端 紅頭髮的rapper 然後曾經參加過大嘻哈時代 校園偶像 他叫尼庫 他有自己的YouTube頻道 Twin的那種 對對對VTuber 一起上學吧 今天要幹嘛 耶 我們今天來到了羊嬌大 那我們今天來這邊幹嘛呢 我們要來尋找這裡的校草校花 而且還有奇人意識 沒錯 那我們就來找找吧 好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 順利於2021年2月1日 由國立陽明大學 及國立交通大學合併而成 2022世界大學排名 位於全球第301到350名 羊嬌大衛教育部高校生根計畫 領選出參與全球連結 全校型計畫的四所大學之一 知名校友有 電影導演楊德昌 網路作家九把刀 YouTuber九man等 今天的下課十分鐘 我們就來尋找 陽明交通大學的 校花校草與風雨人物吧 GO 哈囉 我們帶來交大的學餐 然後我們交到一位 正在喝咖啡的少女 我們請就來自我介紹一下 我叫林夢淑 我是交大光電系 幾年級 我已經索一了 很厲害啊 那你們那個科系是大概在幹嘛 算跟電機比較相關吧 然後就是範圍蠻廣的 有人做光學人就是電學人 好像我自己是做跟半導體相關 半導體是超級的 超帥的 我想請問一下你平常的興趣是什麼 興趣喔 可能就追劇看電影 然後聽音樂吧 喜歡看哪一種類型的劇 劇 我喜歡比較懸疑 然後可能推類的 那你有沒有最近在看哪一部劇 最近喔 或是你心中排名第一的那一部劇 如果大家敢看那種 就是有點血腥變態的那種 我很推有一部叫Hannibal 就是叫雙面人墨吧 對 好可怕 非常好看 非常好看 大家就是 一個喜歡寫新類型的 那想請問一下 你現在有沒有另外一半 我沒有我擔心 那你的理想型是哪一種類型 理想型 我喜歡成熟穩重的人 然後可能要有幽默感 有沒有哪一個名人可以 是那一類的 外表我喜歡 我喜歡高大男 高大人 然後農媒大人 我就會像 金明浩都滿喜歡的 有有有 那我想請問一下 就是因為 教大算是一個理工學校嘛 就算男生居多的學校 對 那你在這個學校 就是有沒有什麼特別待遇啊 或者是什麼 遇到做什麼事情之類的 特別待遇喔 大家都會說感人女生在這裡就比較慈祥 我覺得 我覺得 對我來講還好啦 可能大家後來就會把我當熟悉 喔 熟了之後就 那一開始呢 一開始 我覺得會比較那個是 因為我以前念女校 所以剛來的時候 就是 會很不舒服 不太會相處 然後 可能你走在路上 十個裡面 大概十個都是男生 十個都是男生 然後比較可怕的是 可能是去 去 譬如說去健身房之類的 就是會 被行注目裡 喔 對 好可怕喔 你們班有幾個女生嗎 我們班五個 五個 大學部的時候啦 大學部的時候 那男生有幾個 男生大概 加年三十個 那個想問你 就是 交通大學有沒有比較特別的傳說 或是你們的特色 喔 我想到我們有一個 就是 金字塔 然後最頂層就是學妹 對 然後再來是學姐 喔 你說什麼的那種 對 就是等級階級這樣 然後第三層就是 校官 然後再來是學長 然後最底層就是學弟 學弟 對 這感覺每個大學都差不多 還有分有車的學弟 跟沒車的學弟 這樣 對 那我們想請問一下 他有沒有推薦學校其他的 你覺得特別有 氣質出眾的男生之類的 喔 我有一個就是管學院團的選妹 超漂亮的 超級 他叫什麼名字 他叫玉珊 玉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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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抓到了小黃的朋友 我們今天自我介紹一下 大家好 我是Joanna 然後 我現在是讀陽明交大傳播所的 硕士班二年級 好厲害喔 美妝YouTuber 美妝YouTuber 很久 已經很久沒有在拍了 年根 對年根型 那你的YouTube頻道是什麼名字呢 我的YouTube頻道就是我的英文名字 Joanna 對 I'mJoanna Chan 但是就是年根 所以大家可以就是自由的去 觀看 對 某一年的某一個時候 可能就會突然上線 就會又再騙了 對 就是拍一些美妝型的影片 欸 後期比較偏生活類 後期沒有我在家煮什麼 對對 我在家裡面煮什麼 那所以你平常的興趣就算是 煮東西 化妝 這樣子嗎 做實驗 做研究 做研究 對然後念paper 所以你們這個系 你覺得研究生涯 現在兩年生涯中最困難的是什麼 我覺得是 就是 念paper之外 我們還要做食物 像之前我們要寫著拍一些 像是交大的畢業電腦 然後或者是他們新生起航 然後我們還有一個 校園偶像 對 他是個虛擬角色 初音的那種類型 對對對 VTuber 我們就有交大有個VTuber 那他叫什麼名字 他叫尼庫 尼庫 對他很酷 他有自己的YouTube頻道 喔 對 背後不是男生 對 背後不是男生 就是這個交大迷思 就是說他背後是不是一個 就是肥宅 不是 那他會幹嘛 他會 念rap 有力 玉山的話就是剛剛那位 宮殿學系的那個學姐推薦的吧 哈囉我叫盧玉山 然後我現在是讀傳播與科技學系 我想請問一下 你平常的興趣是什麼 嗯 拉小提琴 拉小提琴 喔 那小提琴是從小就學嗎 那從小一 從小一是不是 所以那你有參加過什麼 表演 然後是比賽之類的嗎 有 就是那種管弦樂團或弦樂團 喔 對喔 剛剛那個學姐有說你是弦樂團 嗯 還有 酒飯 酒飯 喜歡煮什麼樣的料理 就是 日 家常菜 家常菜 那你有什麼未來目標 目前是對 行銷 行銷 那我想請問一下 你現在有另外一半嗎 有 對 那它是什麼樣類型的男生 比較反差一點 反差一點 對 就是長得有點兇兇的 可是相處起來就還蠻可愛 喔喔喔喔喔喔喔 這種反差還蠻可愛的 怎麼 看起來像馬東西 然後罰罰起來 那我們想請問一下 他有沒有推薦學校其他的 女生或者是 帥哥 有學妹很漂亮 有學妹 喔喔 金字塔最頂端 同學同學請問你們有認識什麼 很兔的東西嗎 真的 欸 我在學校比較低調一點 屁啊 你是這個鮭魚耶 你是鮭魚哥耶 鮭魚哥耶 我在學校比較低調一點 屁啊 你是這個鮭魚 有 曾經年少輕狂啊 年少輕 對對對 有改名叫鮭魚 兩天這樣子 比較短時間 好爽 我們都吃很多天 我自己一個人 我就吃了三次 好爽 我們都吃了很多天 我自己一個人 我就吃了三次 你為什麼會 就是一股腦熱去做這件事情呢 因為我覺得 身邊還有都可以一起吃 大家都很開心 這樣就好 對大家都很開心 對大家都很開心 壽司狼不開心 對壽司狼最不開心 那男生有沒有推薦什麼 校其他風雨人物 我覺得這個很棒 這是我學弟 然後也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他 他就是一個紅頭髮的rapper 然後曾經參加過大嘻哈期待 然後英文 英文rap 超級牛皮的 英文rap 對他叫做Sinnamoon 對 希望大家可以去多多支持他的作品 謝謝你們 謝謝 我們找到了剛剛玉山推薦我們的學妹 那我們請她做介紹一下 哈囉大家好 我是胡琦 然後我現在是傳科系大二 我剛才有請問一下 為什麼會選這個科系啊 這個科系嗎 喔因為我學測的成績剛好到 然後 然後又算有興趣 那妳有沒有什麼未來目標 未來想要做什麼 我現在就是把成績股好 然後我剛好上學其實是 動漫第一位 所以妳有想要未來就是走 母后啊或者是什麼之類的嗎 我覺得我應該偏比較想走 新宵吧 就比起新聞的話 那想問一下就是 你們學校就是理工出名嗎 剛進來的時候有沒有什麼特別待遇 什麼之類的 我覺得就雖然現在交大女生已經有變滿多 但是女生好像還是有比較 有特別待遇 就有感覺 就有感覺 就有感覺交大的女生 就比其他學校女生珍貴一點 珍貴 那這些男生裡面有沒有妳的理想型外表 我的理想型是那種陽光 陽光的 然後黑一點 就是健康黑那種 然後聰明 那有沒有一個藝人或是明星可以代表那個人 王嘉爾 王嘉爾 就有才華 我剛剛忘記講有才華 有才華 就他多才多藝 對 哈囉 這是剛剛有人推薦的幾位同學 我請他自我介紹一下 嗨 大家好 我是管理科學系二年級的郭恆如 那妳平常的興趣是什麼 跳舞跟彈吉他 跳舞是喜歡跳什麼樣的 舞風 Jaze 對 那妳有在學校有參加什麼社團之類的嗎 有熱舞神 你現在有另外一半嗎 有 那他是什麼樣類型的人呢 他 有點可愛 可愛 對 也是 是理工男嗎 對是理工男 那你們是怎麼在一起的 就是 是之前參加友會 然後認識的 對 友會算是聯姻那種 會 就是地區友會 對然後就會有很多活動 對然後就認識 那 那他是你心目中的理想型嗎 是 喔 那很好耶 他是用什麼方式追求你 嗯 比較像 順其自然 順其自然 嗯 所以就是認識之後慢慢聊天 然後就在一起這樣 對 他有沒有做過什麼你覺得很浪漫的事情 就是 呃 會送小夜吧 會送小夜 OK 謝謝 哈囉 這是我們剛才那個 胡琦同學 介紹的男同學 對 請他自我介紹一下 哈囉 大家好 我是管科系大三的陳敏諺 那你跟他是怎麼認識的呢 我是他吉他社社團的學長 也是學音樂的 你平常的興趣是 彈吉他嗎 我是彈 興趣是彈吉他拔妹 拔妹 後面兩位 日準就來說是拔妹 對對對 對對對 那為什麼你要進這個系 進這個系 就是因為 妹子比較多 OK 那你有想好你之後的目 就是要往哪個方向發展嗎 妹子多的方向 應該是去那個 投信業 就是做金融業 金融業 對 那請問你靠著你那把吉他 就是拔到一起跟 成功幾次 呃 兩三次 那還是真的蠻多的 沒有沒有沒有 一年兩三次 一年兩三次 那其實也不少耶 那是蠻厲害的啊 那你現在有另一半嗎 有 那他是什麼樣類型呢 是 呃 就安靜 很可愛 那我可以問你一個問題 就是他也是你用吉他版 好大 哈哈 謝謝 謝謝 哇 剛剛我們有鮭魚推薦了一位 參加大嘻哈的選手 請讓我們去我介紹一下 Sup 也是BoyCine for the Moon 耶哩 嗨 大家好 我是Jolin 對 大家都叫我Jolin 我是現在外文系大三的 你唱Rap的契機是什麼 嗯 我小時候是學古典音樂的 然後 我是拉小提琴 我拉了大概六年還八年 然後高中去玩搖滾樂 其實我開始認真發饒舌作品 大概是半年前 半年前 對對對 就是慢慢往饒舌靠近 對 因為我從小時候在聽饒舌 對 那你那你這次參賽 對你自己的狀態還滿意嗎 表現 呃 有看節目都知道我掉麥了 但是我覺得還好 就是 因為 我預期要達到的效果 已經達到了 對 你為什麼會突然想要參加大西亞時 在這個節目 喔 是 我覺得我準備好 你就可以準備好 那你之後呢 之後嗎 之後 目標可能就是 繼續做音樂吧 做音樂比較順 對對對 是的 那你加入CM社的契機是什麼 契機 一開始是我高中的時候很喜歡聽饒舌 嗯 然後那時候我大意的時候 然後我那時候跟他不熟 嗯 然後有一天我就問他說 欸你要不要去看西岩隱形的表演 嗯 然後我們兩個就一起去 然後一起去之後我們兩個就一起加入CM社 對 喜歡就加入CM社 對對對 那你的平常興趣呢 平常興趣 我平常喜歡 沒什麼耶 就讀書 讀書 喜歡修圖 沒有 別爆料 我從來沒有修過 女生都會修 那請問一下你們現在有另外一半嗎 有 有 它是什麼類型的呢 它另外一半 歐美型的高高的 但他不講路徑 他不講路徑 歐美型高高的 對對對 那你的呢 我的是 很理工男的 很理工男 對但很帥 我覺得他很帥 那有沒有 理工男不是都不浪漫嗎 很多人這樣講 那有沒有遇到什麼覺得很好笑的事情 很好笑的事情嗎 嗯 呃 有 因為我男朋友他很低調 然後他不喜歡在社群媒體上面就是 可能被標註或被拍照 對所以他其實在那種什麼可能暈船樂界所之類 他其實都是用另外一個帳號 然後我們有時候互標 然後我朋友就以為我就是跟別的男生 但其實那是他 對 他同學你有做過什麼 你自己覺得很浪漫的事情 對你一半 我寫過一首歌給他 因為他的名字沒有雲 然後就寫一首叫Cloud Night的 英文歌給他 因為Cloud Night是 回教裡面的九童天代表是 至高無上的快樂意思 但他現在已經被廣義化變成說 如果你打到至高無上的時候 你就會講說 I went to Cloud Night 我就寫一首叫Cloud Night的歌 還去理解那個詞的意義 你要不要趁機宣傳一下你 要宣傳一下自己 這就是Follow me I'm my Instagram I'm my YouTube channel I'm your boy send of the moon 反正我的歌就是在YouTube Spotify還有Apple Music 對 那之後這一句話可以傳給我嗎 因為我打至高無上的時候 沒問題 好沒問題 沒問題 都今天的下個十分 對 下個十分鐘就到這裡結束啦 那我英雄最深刻呢 是光電的那位學姊 我覺得她很有氣質 她的氣質很吸引我 那大家 有沒有覺得今天訪問的人 哪一個是你心儀的 心儀的對象 對 或者是我們沒有訪問到的人 你也可以在底下留言給我嗎 然後記得按讚訂閱加分享 最後還要開啟小鈴鐺 對 不多留言 加入會員 掰掰 掰掰 一起團購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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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就去把專屬團購已經開跑了 大家平常不是很好奇 我們那些愛用小物嗎 以後只要點進我們影片的說明欄 以及我們的IG線道 就有那個連結網絲 你就會上次去購買那些商品哦 絕對是超級優惠專屬 隨地妹們的優惠價唷 全會只有六天 除非就不會再有咯 大家一起牄降 來 跟你終於能 帶著愛我的眼光 我在你手心上 我早已沒有了呼吸 也失去了自己的夢 希望你愛著突然裡的我 自然的為你盛開是愛之難 不下我接近了妄感 此後的將法 謝謝